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美食做法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开胃又解腻的粗凉面圆汤的做法 首先在一个大碗中加入四勺的面粉 这里是按照三人份的用量来制作的 然后在里面加入一大勺的玉米面粉 接下来在里面加入少许的盐增加筋性 让可以让它吃起来更加的筋道又嚼劲 接下来把两种面粉在碗中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搅至融合 搅匀后在里面加入一个鸡蛋可以增加丰富的营养和口感 接下来在面粉中要少量多次的添加清水来和面 水的用量不能一次性添加太多 如果面糊和得太稀面圆就不容易成型 如果太干在制作的过程中也不容易操作 把面糊要和制成顺滑上劲的状态 在搅制的过程中可以略微感觉到有一点点吃力 朝着一个方向搅制到顺滑的状态 然后先把它放一旁醒至五分钟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洗净的西红柿 先把西红柿的根底给它去除掉 西红柿的表皮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留 接下来把西红柿改刀切成较小一点的西红柿丁 这样在制作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的入味 切好的西红柿丁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小青菜 青菜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添加 把青菜改刀切成细丝先装入盘中备用 面糊经过饧发以后 我们再朝着一个方向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 饧发后的面糊经过搅拌后非常的细腻 没有颗粒的状态这样做出来以后口感比较爽滑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后加入适量的葱油 油热后先把西红柿丁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在炒至西红柿的过程中尽量多给它煸炒一下 这样可以充分的激发出它的香味 能够让汤汁吃起来有酸甜的口感 西红柿炒至到出沙的状态 然后倒入适量的开水 把汤汁在锅中充分的烧开后再关至小火 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一根筷子 先把和好的面糊给它充分的搅匀在碗的一边 把面糊在碗边轻轻按压平整 然后用筷子从碗边慢慢擀出一条面糊 然后再把筷子放入到汤中等待面糊滴落 如果想要面圆比较长 可以轻轻转动放面糊的碗 面鱼的粗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在擀制面鱼的过程中全程采用中小火来制作 这样可以让面鱼很好的定型不容易冲散 把所有的面鱼擀完后在锅中烧至定型 然后再把它开至大火进行煮制 把面鱼在锅中大约煮至4分钟左右 然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增加底味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把它充分的搅拌均匀煮至入味 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青菜倒入锅中一同煮至 青菜在锅中煮至的时间不用太长 烫至到略微柔软的状态 最后再淋入少许的香油增香 让一道营养爽滑又开胃的粗凉面鱼汤我们就做好了 面鱼汤不仅开胃解腻而且有助于消化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